花蓮慈激學中心從1月29號開始成立防疫志工團隊 總共1200多人次早晚輪流值班守住第一線 志工發揮了最大的良能 因為有彼此的互相的疼喜跟愛護 讓我們能夠把防疫這一塊做好 在疫情當務之急如素式守護森林博爾法門 慈激和店家合作推出舒食祝福券吸引大眾響應 我們開始全花蓮來邀約 從26家已經邀到66家 然後也到玉璃也到鳳林 讓大家也很方便匯奏拿到舒食卷 他就近的店家他就可以走進去 還有這位小菩薩范廷杰 全家祖孫三代都如素 更以擅長的台語來勸訴 其實志工說簡單並不簡單 說困難並不困難 最重要的愛生有動力心 做的不用出足鼻心 有了足鼻心你就不會去吃那些豆腐啦 法親關懷是傷痛的靠山 志工羅邦友妻子車禍離開人世 未料五個月後突然中風 這段期間大家全程陪伴 這次更特地來到現場表達感謝 我很愛吃雞 喜歡做吃雞 因為現在中風沒辦法做 感恩上也很感恩 感恩參助師父們的關懷 各位師兄師姐師常來關懷 很感恩 生命無常卻因為志工的全然付出 創造許多溫馨故事 我們在花蓮讓它花祥地 現在實際是繞的全球 這樣的足跡一眼 也會慢慢成為分寸的路 而是成為大開闊的道 這都是我們不能放棄的點滴 您是我們永遠的道師 我們會職志合一 靜靜在菩薩道上 傳揚大愛的腳步不會停止 法脈代代相傳的使命更要到永遠 大愛新聞楊愛婷 鄧明儀 華聯報道